上次我講移民陷阱 因為有不少人申請移民時 找移民顧問 總之被人欺騙 但被人欺騙的很多都是暗瓦底 不敢出聲 為何他可能是自己身有屎 如果說出來容不容易被移民局查到 就踢我出去 所以就算被人欺騙 也寧願躲起來不出聲 剛剛前幾天在新聞上 亦說到有另一種 這些人未必是一定是移民 這些人可能在公民或出生 這裏本地人也可能遇到這些被人欺騙 但這星期找到的有一個新聞報告 是多倫多的 這裏說有三個人的照片都拍出來 我稍後可能將這些新聞的連結放在描述 但這三個人的名字都好像是中國人的名字 這三個人被人逮捕 為甚麼呢 是兩個男一個女 上個星期五的新聞報道 有一個女人拘捕了哪幾個呢 是多倫多的警察 拘捕了一個41歲的在馬琴的女人 還有有兩個在多倫多的男人 這兩個男人年輕一點 是22歲 他們犯了甚麼事呢 警察說是甚麼呢 他們這個叫做title scam 或者title fraud 那是甚麼呢 就是title的意思 如果你買了一間屋 那間屋是屬於你的 那個地契有你的名字 證明是你的 你在這個地契那裏 那塊地是你的 即你是這個地的title 因為你要有了title 你才可以做按揭 或者是賣屋 因為你不可以找人家的那間屋 借錢來為自己借錢 或者不可以賣了別人家的那間屋 如果那間屋就不是他們的 那就是賣了別人家的那間屋 那是甚麼呢 那為甚麼呢 那為甚麼呢 他們就賣了一間屋 因為他們是假扮這一間屋的業主 那就賣了那間屋 那間屋原來是空的 那間屋主在哪裏 不是在加拿大 在另一個地方 就做事就丟空了一間屋 那那個賣家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甚麼 他是不是隔山買牛 這個新聞就沒有說 但是那個賣家就不知道 那間屋主是有另有其人的 那屋主原來這三個都是騙子 那這種title scam 就在加拿大慢慢變得很盛行 因為如果你是買屋 是隔山買牛 或者很多人是找人笨的 無論在多倫多 Vancouver這些所謂的title scam 是越來越多 那不是賣屋那麼簡單 因為這些title scam 它可以是偽造文件 譬如說這張偽造地契 總之就找了那個賦主 那賦主完全不知道自己那間屋 已經有人做了假契 用這張假契 就走到銀行做按揭 借錢 按了別人家的房子 那就是借錢 因為銀行查得不清楚的話 如果他給了錢他 他當然是不還 那就拜拜送了人 好了 那個震震靜靜靜的屋主 就發覺自己的房子被人按了 或者是被人賣了 這鑊結了 然後沒事就惹了藝上身 就算你說打贏官司也好 金錢、精神、頭痛、時間 甚麼都在 所以大家就小心點 因為如果你是不在這裏 那間房子被人吊空了 或者買屋的人 給了錢人 尤其是很多新的移民 尤其是香港來的那些 是有錢 一塊錢買了屋就不做按揭的 如果你是被這些騙徒 騙了你一塊錢 誰知所謂買到的那間房子 你永遠都不可以拿在手 因為那個賣家根本不是你給錢的 所以大家就小心點 有真這些東西 總之都是很大劑的 今天講到這裡